法官手上握有生殺大權 一不謹慎就可能造成冤獄 而在白色恐怖時期 更有許多受刑人是被故意羅織罪名 其中發生在民國五十九年的 臺東太原監獄越獄事件 有多名政治犯參與 但是後來失敗 有五個人遭到槍決 首謀之一的臺中人江秉鑫 當年才三十一歲 而他寫給父母和妹妹的兩封遺書 今年終於由文化部長 龍應台交給等了四十多年的家屬 但是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了 結果哥哥的遺書 這封等了四十多年的信 五十歲的雙胞胎姐妹 江月威江月心泪流滿面 卻沒有勇氣來打開 遺書裡記錄著哥哥死前最後的心情 一封給父母親 一封給妹妹 回想哥哥入獄時 這對姐妹才八歲年紀 對哥哥的記憶不深 但是父母親對兒子一輩子的遺憾和痛 姐妹難以忘記 軍校畢業的熱血青年江秉鑫 在威權時代鼓吹台灣獨立 遭囚禁在台東太原監獄 1970年他與多位政治犯策劃月威革命失敗遭判死刑 31歲的他付法前寫給父母的信中 有思念不捨也盼望家人以他為榮 十一號上午文化部長龍英台親自把這封遺書送還給江明星唯一還在世的兩個妹妹 江明星的父親呢是到死都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還倖存的當事人以及當事人的家屬要做緊急的這個史料的收集 保存在國家檔案局177封白色恐怖受難人遺書 已經交還40多封給家屬 江明星遲到了40多年的遺書是第一封由文化部長親自送還給家屬 未來還將陸續整理遺書尋找家屬 記者黃兄賴世傑台中報導